不得不佩服这个国家,几代人谋划,打仪仗耗时十年,最终一统天下秦军,公元前238年,秦王正铲除了丞相吕不韦和长信侯烙埃集团。 开始秦政秦王正在李斯、魏辽等人的协助下,制定了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策略具体的措施是笼络燕齐,稳住魏楚消灭韩照,远交近公主各击破,可以说秦击败六国的战役,不仅是战国时代,发生的最后一次吞并战争,也是中国悠久历史中最早的一场封建王朝统一战役战国末期诸国鼎立。 而秦国在嬴政的领导下,日益强大,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历经十年时间先后面杀六国,终结了春休以来,五百多年来诸侯鼎立的纷乱场面,并由此建立了中国首个统一的君主制国家秦国。 在发起攻打赵国战争之前,依赵国内谋士的策略,派出间谍卧底,挑拨燕赵两个国家的关系,使燕赵之间爆发战争之后秦国以帮助燕国为宁开始攻打赵国。 秦国派遣军队兵分三路,攻打赵国,以重兵攻打赵国南方致使赵军遭受秦厌两军夹击。 经过数次交战赵军兵是死伤惨重,随后赵国猛将李牧帅兵回防击溃秦军。 秦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小谷残余部队,得以逃脱。 韩国是七个国家中最小的国家,但是其地位却是极为重要。 得他遏制了秦国通过韩国官网东进军的道,陆秦想要摧毁这六个国家,那么必须首先必须消灭韩国。 因此秦韩两国之间连年发生战争,经过秦的多次袭击韩的国土不断萎缩。 韩无奈下向秦臣服成为他的藩国秦始皇。 十七年秦,打算彻底消灭韩于是派遣内使腾发起对韩战役韩国根本无法抗击内使腾命令秦军攻破韩都并俘虏韩王。 于是韩第一个被秦消灭秦始皇十五年秦,再次派出大军攻击赵国兵分南北两路。 赵军指挥官李牧决定优先攻击由北方袭来的秦军获胜后,再次攻击由南方袭来的秦军。 李牧的指挥风格灵活多变。 他首先应对攻击藩屋的秦军并成胜追击,将齐驱赶出赵国。 接着秦军挥师向南张和延岸及上党等地的秦军,维训而逃不敢应战。 秦军此次进攻宣告失败。 虽然赵军在李牧的指挥下战无不胜但是,损失的兵力得不到补充仅靠现有的力量。 根本无法对抗秦国必须立即寻求外援,此时处为两国自顾不暇而言赵两国的关系又不好,只有争取到齐国的援助。 赵国才能与秦抗衡秦此时也觉察到了赵的企图便立即派出一批谋士前往齐国进行游说,试图破坏其赵两国的联盟。 以此来将赵国鼓励秦,也抓住赵兵力不足的机会。 趁机再次发起对赵战争秦始皇十七年赵遭遇重大干旱秦在四年再次发起对赵战争秦派出了南北两,陆大军并派出几个少数民族部落参加战斗赵军,继续在李牧的指挥下对抗秦军。 秦军进攻坚南一时难以取得成果,秦王和他的谋士认为秦两次进攻军被李牧破坏,觉得军事进攻难以取得成效, 便改用反剑机于是秦国花了很大的代价,收买赵国奸臣郭开。 赵齐在赵王面前诬陷赵国将领李牧及司马上意图造反赵王中继之后罢免了两人, 并将李牧处死赵王中继之后秦国的进攻之路变得极为顺畅。 赵军在秦军的攻势下一路败退而秦收买的卧底郭开。 在此情况下竭力建议赵王投降,虽然赵公子甲坚决反对投降,并主张战斗到底带领手下将士积极参与防御。 然而赵王失去了斗志境命令,大开城门向秦军投降请国公破邯郸城赵国由此灭亡。 公子家逃到了代的金河北越县东北一带,自称代王秦军于公元前222年将代消灭。 赵国宣告灭亡赵被秦击败之后,秦想要向南进军摧毁处,但是中间还有一个魏国。 尽管魏国当时只剩都城大梁及附近一些城池,但是仍是秦军法楚路上的障碍。 于是秦便决定先将魏消灭魏原本处于天下中心拥有优越的战略位置。 然而,由于频繁的战争魏的力量被大大减弱,魏在秦的多次攻击下不断败退。 多次割地球和魏大河以北的国土,军被吞并秦始皇,22年秦初,兵直击魏都大梁秦军指挥官王奔,认为魏国都坚固难催,于是便将大沟的水引流。 至大梁经过三个月的战争城池倒塌魏王被杀。 魏国由此终结秦攻破赵燕魏三国之后,接着进军楚国当时楚是助力南方的一个大国。 有着非常庞大的国土面基础国此时尚,有实力与秦抗衡秦始皇,非常看好年轻将领李信。 因此决定派其率军出击秦始皇问李信,如果派兵攻击楚将需要多少部队? 李信回答说,二十万人足以。 同样的问题大将王奸却回答道,必须的有六十万人。 秦始皇不同意王奸的看法,说王奸年迈却战,还是李信将军年轻壮有。 听到此番言论后,非常气愤变告老还乡。 之后李信被委任魏秦军的指挥官,并率领二十万人攻击楚国李信驻兵于颖川县。 由于秦楚边界大多是平人没有选要地势可守,李信认为楚军为抵御来犯之敌,必定会在如水两岸驻兵防御。 因此决定采用两亿包抄的进攻策略,与蒙田兵分两路将楚军为而兼之。 秦军接连攻破两座城池,便跨过红河向东。 进军李信过于年轻意图成胜进军,率领军队孤军直入楚军指挥官向燕,立即带领楚军主力部队,于腾熙一带与秦军遭遇,大败秦军李信战败后带领军队向城池方向,撤军楚军紧随其后追杀三个昼夜。 秦军在此意中损失惨重虽然,秦始皇自知用人不当,但是这并没有动摇他对楚国作战的决心李信失败后。 秦始皇决定重新启用王俭,王俭接替李信担任秦军指挥官,率领六十万军队与楚国作战。 由于长期沙场作战的经历王俭知道楚军具有强烈的战斗意志,而楚军最近刚刚击败秦军气焰正盛,可以说对付这样一个敌人,不仅没有胜利的把握,而且,如果不小心,将会落个全军覆没的下场。 因此,王俭进入楚国之后修建起坚固的防御攻势,驻兵部前双方几个月没有发生过激战。 楚也集中大量兵力与秦军对峙那个时候,秦已连破数国。 有雄厚的国力支持来打一场持久战处无论军事,政治都远远落后于秦。 楚指挥官向燕将兵立即中在淮河北岸时刻防御秦军楚国王指责向燕不敢出战,并派人多次敦促,他主动攻击秦军向燕无奈之下率领军队向东进发。 王俭立即命令全军追击楚军之后楚军被郭河阻挡双方爆发战争楚军战败。 秦军直击其南京过一年的战斗楚国灭亡,在消灭赵的军事行动中,秦国军队曾逼近燕国边境燕王见此局面, 非常害怕看到秦国在连破数国之后,兵至燕国城下,却无计可施燕太子丹,无奈之下决心策划一场暗杀计划,及历史上有名的荆轲刺秦王。 此事发生在公元前227年暗杀以失败告中,但秦王在荆轲的匕首差点丧命,因此他非常痛恨燕国,便立刻发起对燕战争。 公元前226年,秦军袭击了燕国国都,燕王与太子丹被迫逃往辽东郡一带秦国大将李信带领数千名秦军, 一路追杀太子丹至燕水一带太子丹潜于水下才躲过一劫后来燕王在权衡利益后, 命人将太子丹诛杀,并将他的头颅献给秦以寻求修战保全燕国在燕王跑到辽东后, 秦军的主力被转移到南县攻击楚公元前,222年王班率军,剿灭燕国残不燕王被俘, 燕国灭亡齐国,曾经遭到燕国军队侵扰因此国力大伤,从而无力参与各国与秦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及军事斗争。 在秦军相继发起对各国侵略战争,的时候齐国一直安居易于眼睁睁看着各国相继灭亡, 后来虽然各国提议联合起来共同抗击秦, 但齐国军避免参加此类行动,或者在对秦作战中不出力试图取悦秦, 齐王执政四十多年,虽然各国与秦不断发生战争, 但是齐国由于与秦并不接壤,因此没有被攻击多年处于和平状态, 没有任何军事准备,政治上也极其混乱, 齐王本人极为不称职齐相国后盛又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 多年来秦花费大量的代价贿赂齐相国使齐为秦国效力,帮助秦国达成远交进攻的策略, 他甚至不断建议,齐王向秦称臣整个齐国上下均毫无斗志因此尽管齐国拥有七十多座城池 但是面对秦军攻击时却完全无力抵抗秦始皇, 二十六年秦军统帅王班指挥军队向齐国北面发起进攻, 直击齐国都城林兹齐,没有任何作战准备甚至没有士兵应战在这个局面下, 后胜仍不断缩使齐王投降齐王,无奈之下向秦投降齐王被流放之后活活饿死, 齐国宣告灭亡这场大战,从公元前二百三十年,攻打韩国到前二百二十一年, 灭齐国结束共计十年的时间,先后按顺序消灭韩, 赵魏楚燕齐六国自此结束了中国自春秋以来长达五百多年的诸侯歌剧纷争的局面,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中央及全国家及秦朝不可否认的是, 这个大帝国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具有化时代的意义, 它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使中国古代社会大大的向前推进了一部参考资料, 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卷六十八商军列传第八, 乌言律论秦统一六国的物质基础和统一事业的完成, 兼凭秦统一六国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